太阳升上来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金伟点评 我是David 郑金伟 那今天周一实际上金伟点评 刚刚满这个四岁了 那进入这个迈向五岁的第一天 在今天的金伟点评当中 首先要感谢各位在周六的直播当中 给我很多鼓励支持 那当然对金伟点评来讲 真的是再次感恩各位 这四年来的陪伴 说真的有很多朋友 都是从第一集一直到现在 那真的是让我太感动了 这个我们平常上学也没那么认真 那就看得出来各位真的是 真心诚意是我的好朋友 陪伴我一路走过来 那在今天的金伟点评当中 我们倒要来谈的一个话题是 这个到底中国的海军实力有多强 那话说这个新闻 这两天我看到 菲律宾原来要在这个菲律宾的最北边 台湾的最南边巴士海峡的中间 有一个叫做巴丹群岛的亚米岛来建港口 那当然这个港口建就建 但是是听说有美国要出钱 美军帮忙建造 目的在干嘛呢 他们说是为了当然将来台湾如果有动乱的时候 发生战争的时候 要将18万的菲律宾的飞桥从台湾撤出 所以要有一个离台湾最近的港口 作为撤桥之用 那那个港口距离台湾 这个本土大概是140公里 换句话讲真的是非常近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 最近这个菲律宾在南海的动作频频 你看前两天 对不对 还在又冲人爱交 又冲人爱交 又是这个等于是海警 菲律宾海警 护航又要冲 那这个等于是上次的这个又重演 那看得出来现在的菲律宾的动作呢 实际上是完全配合美国对华战略 这个就是讲明了 就是对华战略嘛 根本不是什么 什么人爱交 什么什么之争 那个完全是 这个为了这个防堵中国的一个战略 那巴丹岛的亚米岛的港口 就是实际上呢 将来要封锁巴士海峡的时候 它是一个战略要地 就在巴士海峡的中间 那亚米岛上面将来如果有所谓的 这个反舰飞弹的话 那你想想看 任何船只船舶通过巴士海峡 那等于算是就过不去了嘛 对不对 你过来我就打你嘛 我就打你 好 那为什么巴士海峡那么重要 我想大家非常清楚 中国的海军呢 基本上呢 这个南方军区啊 这个如果的这个从海南这边出来的 不管是航母 或者任何的潜艇船只 进入西太平洋 必经之地巴士海峡 那这个东部战区呢 走的是宫谷海峡 这个是台湾的北边冲绳的这个海域 这个经过的宫谷海峡 这两个是这个必经之地 那换句话讲 这也是突破岛链的缺口 从这个地方出去 那当然呢 这个美国部署重兵啊 那也不奇怪 也不奇怪啊 当然这一次呢 消息传来啊 说这个巴丹岛的这个省的省长啊 说啊 这个关于美国啊 要在巴丹岛的亚米岛上面呢 巴丹群岛的亚米岛 建港口这件事啊 暂时搁置了 说美国啊 不来做了 那为什么不做呢 美方代表四月的时候呢 会来菲律宾 来做出解释 为什么不在巴丹岛做港口 当然也知道呢 实际上 这个跟中国的海军发展啊 有一定的关系啊 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现在中国海军发展的速度啊 等于算是快马加鞭了 因为原来预定的是2035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海军啊 这个要已经这个现代化 2035哦 很快现在已经2024啊 2035 所有的这个不止海军啊 陆军空军 军事现代化目标要达到2050 要达到世界水平 换句话讲 就要跟美国啊 可以这个五十五十啊 五五波啊 要有那个实力啊 然后那这目标都定出来了 但是现在看得出来呢 这个时间表可能要往前提了 这个美国动作频频啊 这个照这样下去啊 将来在南海 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已经破在眉睫 破在眉睫 我们讲以前啊 中国还是定量低调啊 用海警船啊 在处理什么黄岩岛啊 仁爱礁 但现在看来呢 这个时间点已经不对了 因为美国非常罕见的 在二战结束之后啊 从原来第七舰队 一个航母战斗群 现在变成什么 二加一 两个航母战斗群 外加一个叫做 就是轻航母啦 这个当然这个 美国已经把它改成叫做 闪电航母 就是呢 它原来是这个 等于算是两栖登陆舰 后来改成两栖突击舰 那这个原来是 从船底下可以进 这个什么登陆艇 现在通通没了 改成呢 大甲板 上面降飞机 垂直起降嘛 对不对 垂直起降 那个已经算是属于 轻航母 因为它有四万多吨啊 也不轻啊 不是那种小的啊 四万多吨啊 那当然美国那个 你自己不管是 现在的这个里根号 在恒修赫港 很快来要由乔治 华盛顿号要来接 还有叫罗斯福号 他们都是将近十万吨的 那个八万吨九万吨的 大航母啊 虽然年纪很大 那这两天呢 罗斯福号还在南海啊 这一带晃荡 就知道美国将来部署是 二加一 双航母 一个在北边 啊 恒修赫港 一个呢 当然是希望去 这个菲律宾啊 这个啊 这个这个能够啊 变成一个港口嘛 啊 那当然这个苏比克湾呢 现在还没租到啊 但早晚早晚 照这样下去早晚 那这个事态的发展 看得出来呢 中国要加快脚步 所以我们看三月份啊 两会啊 召开的时候 这个海军的政委啊 这个袁华智啊 就说了 关于这个第四艘航母呢 很快会公布 很快会公布啊 那看得出来呢 在这个时间表上面 应该是已经啊 这个大概 在这个004可能都照的差不多了啊 因为在照舰的过程中啊 我们知道呢 这个当然中国的第一艘辽宁舰 当时拖回来之后 因为是从零开始啊 那个对中国的这个造船工业来讲 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且辽宁舰呢 当时是依照苏联的需求设计的 甲板底下还有飞弹发射井 这个跑道呢 上面有个盖子 那这个没有飞机起降的时候 盖子打开 发射飞弹 对不对 现在航母哪干这个事 航母旁边有飞弹驱除舰就够了 对不对 在当时的设计是那样嘛 好 那所以呢 大概啊 花了大概中国快有十年的时间 终于把这个辽宁舰呢 改完了 也摸透了 很快三冬舰就出来了嘛 对不对 那三冬舰在照的时间呢 实际上呢 那时候都在大连啊 那在那时候各位知道 003福建舰已经切钢板了 对不对 为什么那时候 三冬舰没有接的啊 这个003也在这个大连啊 重工啊 去那个做啊 那就代表 当时啊 要让南方的造船厂 也有一定的人才培养 因为造军舰 跟造一般的商业货轮 完全不一样概念啊 完全不一样 用的钢材不一样 焊接技术不一样 对不对 隔间不一样 各位要知道航母啊 跟一般的船身啊 差在哪 光是船身 据说啦 当然这个都是 每个国家都保密啊 航母是三层啊 三层船身啊 对不对 你看航母那么大 它有一个船身 两个船身 三个船身 为什么 抗炸 要抗炸 当这个鱼雷或飞弹射中航母的时候 它可能的损害点 你看船上一个大洞 但是呢 海水仅止于啊 这个外面的船身 里面还有两层啊 这个都很有学问啊 那个厚度 可不是一般的钢板厚度啊 要防炸防弹 所以两侧的那个船身啊 都有加强啊 加强的啊 那更不要说 隔水舱 一个航母上面啊 这个隔水舱啊 到说真的 都几百个啊 对不对 当然这都机密啊 几百个隔水舱 一开始发生战争的时候 比如说要作战啊 进入战 作战序列的时候 所有隔水舱全部关闭 就算打进来 五个隔水舱进水 船不至于沉 因为现在航母动不动 上面就四五千人啊 那你要沉那个话 那简直是 那个人间大悲剧啊 所以第一 绝对不能沉 航母在设计的时候 的要件 能中多少弹 都不能沉啊 打的都气歪了 歪了都没关系 不能沉 对不对 这是要件 绝对不能沉 所以呢 听说在航母上的 油库啊 跟那个弹药库啊 那个 那个 完全是用那种 像防弹衣的那种 舔佛龙的那种 纤维啊 什么那种 做得很厚的 就算钢板挡不住 那个防弹衣啊 都穿防弹衣啊 简单讲 航母上的油库 跟弹药库 穿防弹衣 到这个程度说 不能内爆 也不能呢 外来 就是不能沉啊 所以你光听 这个要件啊 你就知道 航母啊 这个是 这个很难造啊 对不对 讲的那些简单 你要真的造出来 还要抗炸 那个是要很大的 这个技术啊 含量在里面 但也有人说 航母啊 现在大而无大 对不对 现在飞弹很厉害啊 现在为什么 还要发展航母 但是航母啊 平常心讲 它是一个 到目前为止哦 在所有全世界 你能够第一时间在 有人说最少了 一个月了 一个月内 你的军事打击力量 就能到那个地方 不管你在全世界任何角落 一个月内 对不对 从比如说接到命令 整个航母准备 战斗群出发 到目标区 最久一个月 对不对 你的力量就到那 在海 这种打击力量 是绝对不是一个 飞机什么 这个轰炸机去 能够比拟的 那个航母一去 那个打击力 是真的不在话下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 任何一个武器 能以跟航母啊 的威力去相比 大甲板嘛 对不对 大甲板 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 大甲板代表什么 战斗力 上面有飞机 对不对 有预警机 有反潜机 有攻击的 对不对 对海对地的 什么全到了 一次到位 你轰炸机 顶多去丢炸弹 对不对 飞弹也是丢了炸了 没了 后面就不行了 那这个不一样啊 这个航母来了 那厉害了 全部倒上去啊 对不对 航母有的上面还带那个陆战队 还给你登陆 完全可以完成任务啊 对不对 这个旁边还有这些 这个驱逐舰 啊 护卫舰 还有下面有核潜艇 这个力量是不容低估 所以到现在你看 美国啊 虽然没钱 拼了命 还在照 对不对 还在照 虽然呢 现在速度有点慢 但是还在照 中国也算过 知道航母啊 对中国的整个国土安全啊 至关重要 因为局里来讲 光是南海 南海的这些事务上啊 今天还算好 对不对 但有一天 美国双航母 在南海给菲律宾撑腰 硬闯仁爱骄 你中国海警 3000吨都不够看了 真的3000吨的护卫舰 那种海警船不够看了 对不对 人家是10万吨的 来了两个 往那边一站 你自己有没有 有本领拿同样的航母出来 这个就是关键 为什么中国现在 加快角度 加快角度啊 要在2035年哦 各位要知道 2035年的 军事现代化的目标 海军是要有 六艘航母战斗群啊 部署完毕啊 再来九年的时间啊 中国就要有 六个航母战斗群 现在已知三个嘛 对不对 辽宁山东福建 那各位知道 004肯定开工了 已经切割钢板 肯定开工 如果照这个时间表 003现在下水 西装 马上就海事了 对不对 什么时间可以知道 海事的情况怎么样呢 一个月 一个月啊 怎么说呢 4月23号 应该呢 这个会有彩蛋 因为4月23号 是中国解放军的海军啊 建军节 那往年呢 在这个建军节啊 都会有一些 影片嘛 对不对 当然逢时 是海上大阅兵啊 那今年还不到时啊 那是 会有这个影片 那在这个影片当中 我我我个人呢 推断了 一定会有 福建舰 海事的画面 第二个彩蛋 设计啊 什么什么 那 当然美国也要知道 这些数据啊 因为这个参数啊 是这时候 唯一能拿到的 关键时刻 一般的航母 出来的时候呢 他不可能 马力全开嘛 他一定是 正常巡航 但作战的时候 马力全开 对不对 那 这个参数啊 要算得出来 所以这时候呢 海事的时候 一定要 抓紧这个 这个机会啊 收集数据 所以你看 为什么现在 可能这两天都在海事了 再跑 但是呢 一定事后 4月23号 再跟大家说 海事的那些画面 就出来了 那当然海事之后 船还要回来 再微调 再怎么样怎么样 预计 明年 这时候 4月23号 入列 福建舰 明年的4月23号 入列 这个都要有一点 这个可能性很大嘛 时间也差不多 明年的4月 就入列 海事完毕 然后交付 对不对 舰载机 登舰 这都全部完了 电池弹射什么 全部测试完毕 对不对 人员也就位了 入列就开始 进入战斗序列了 那很重要 所以这个航母啊 对中国来讲 现在应该004啊 是开工的 那当然呢 在哪开工 啊 这个也是军事机密嘛 这也不能 一直到处去 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应该 在大连造船 造船厂啊 造 因为 这个未来 这个江南啊 听说这边呢 做了新的 船务啊 为005 006核动力航母啊 做准备 因为在中国 整个这个造船技术上 中国是希望 都有 不能说集中在 一个造船厂 万一 发生战争的时候 各位要知道 这个江南造船厂 非常容易成为目标 在长江 这个 珠江三角 等于长江三角洲啊 这个出海口的地方 对不对 如果遭到攻击 你的造船能力就没了 可是你看地图 大连造船厂 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在渤海的里面啊 对不对 黄海在往里面 已经到里头去了 那个 那个 这个一手啊 南宫啊 一手南宫 那个造船厂 就是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比较容易保得住 对不对 比较保得住 所以两边 都要有造舰能力啊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看 山东舰 跟辽宁舰都在大连 对不对 那后来 这个003 在江南 那004 应该还在大连 005 006 江南 就慢慢两边 都有造舰技术 这太重要了 中国海军经过 这20多年来的努力呢 快速打造了一个海上长城啊 在全世界的海军来讲 这都是非常的罕见 对不对 你想想看 第一 能够造航母 第二呢 海军的数量呢 这个舰艇船舶的数量 不断的增加啊 那加上呢 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啊 提升舰载机啊 什么这些 都对中国海军的这个实力啊 是真的是在最短的时间 得到最大的提升 这个也看出来 中国讲深蓝海军啊 不是嘴巴说说 结果50年 也做不出一点事情来 坦白讲 真的中国海军 就这20年 真的这20年 真的是快速的增长啊 那当然对美国来讲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所以美国现在的做法 是的 有点难 难在哪 他这个船舶啊 这个航母啊 这个原定要淘汰的 现在都延寿啊 都延什么2027 都要延个两三年 为什么 因为他总数量啊 他不能一下子就退了 因为这波尼米兹集啊 差不多都借零退休 所以现在呢 都延退 延退 硬撑啊 硬撑 因为新的造一艘福特级航母啊 说是130亿 到最后都不止啊 那多了 那当然美国现在 第一 钱是一个问题 军费 那第二 这个造舰的工人啊 没有啊 因为这个 没办法 这个造航母完全自动化 还是要靠人工啊 的比例很高嘛 对不对 造舰 所以在这个上面 所面临的问题是 美国现在啊 这个 几啊 中国这边航母出来啊 他只能怎么样 让那些老航母啊 不要退啊 不要退 再休休补补补 再撑个两三年啊 那当然呢 看事态 会不会有所缓和 但是 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现在 已经下定决心啊 中国海军的发展 绝对不是 单单只是 说啊 在我近海 啊 这个就够了 我们慢慢呢 要提升 有到南海的实力 这个最重要 就是要有威慑力啊 你要是没有威慑力 讲真的 就在南海 今天 仁爱骄 马德雷三号 你 你完全就是 出局了 对不对 就人家的 人家在玩了 对不对 更不要说 将来 在中东地区的 对所有的运输的 这个维持 所以我们很期待呢 004呢 很快就有在下个月 4月23号就有消息出来了 也看到003福建舰的海事 歼35的登舰 这个都是呢 在4月23号海军节啊 我们能够期待的项目 那真的是看得出来 实力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两天呢 我们在周六看到呢 关于这个莫斯科恐怖国习奇啊 到目前为止 伤亡是不断的攀升 也看得出来呢 地缘政治啊 有的时候是瞬息万变 因为这次恐袭之后呢 整个俄乌的谈判啊 一定要升变的 那关于呢 俄罗斯啊 面对这次的恐袭之后 如何去应付外部的这种力量啊 也成为一个 值得关注的话题啊 说真的在这个时候 任何事情回到一个原点 就是自己要有实力 那还是老话一句 顿好马步 做好万全的准备 就是成功的一半 在未来的日子里呢 经为点评呢 我们一定要做出更多的 好新闻节目 来报答各位的支持 那感恩各位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